高血压的朋友请您一定要注意了 咱们早起三不要 饭后三不做 不到一个月 血压稳如泰山 有健康才有希望 有希望的人才能够拥有一切 今天这个视频 咱们就来聊一聊高血压的问题 对于自己健康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这条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 万一哪天忘记我说的 这些关于高血压的内容了 还可以回过头来找到这条视频 再好好的看一看 人啊稍微上了点年纪 特别是到了中年和老年 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 总是会慢慢的出现一些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病情 特别是高血压非常常见 血压高的人群近年来 也是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趋势 而且得高血压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可以说高血压是一个 威胁着我们人类健康的一大隐患 同时也有很多人 会非常烦恼这件事情 本来自己想年轻的时候啊 就没有过上过好日子 年纪大了 本来是想好好享受一下人生 却遇到了高血压 把享受人生幸福的路给阻挡住了 血压高的人是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 搞得自己心里非常的烦躁 但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因为我们还是要首先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血压高的人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以前啊在我们的思维里面 认为只有胖的人才能够得高血压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啊 这瘦人也有得高血压的可能性 像我们家的邻居张大爷 他其实并不胖 可以说有点瘦 但是他也有高血压 前两天他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头有点晕 于是他就去医院看病找医生 然后呢 医生就嘱咐了他一大堆需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总结起来就是早起三不要 饭后三不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早起三不要 第一个不要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 我们刚刚睡醒 身体也是刚刚苏醒 经过一个晚上的新陈代谢 早晨呢是一个排便的高峰期 但是早上上厕所 您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不能太用力去排便 因为如果您太用力的话 很可能导致负压增高 如果用力过度排便的话 严重的可能会造成大脑的出血 引起血管破裂 甚至有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发生的危险 所以大家早上上厕所 一定不能太用力 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这第二点就是早晨起床 不要抽烟 有很多年龄大的老年人 都有早晨起来一根烟的习惯 一边上厕所一边抽烟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大家 这个早晨吸烟的习惯 一定要改掉 因为早晨吸烟对身体非常的不利 有一些人也许还不知道 这香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的 致癌物质 比如说这个尼古丁 对我们的身体伤害真的是太大了 真的是不可以轻视 如果您长期习惯在早上吸烟 自己又不去克制的话 那您的血压大概率会飙升 还有就是您的血管也有很大的危险 会大大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复发 来看早起的第三个不要 就是早起不要起床过猛 特别是中老年人 有一些人啊 总是看不过年轻人赖床 老年人经常说既然醒了就要赶紧起床啊 越赖床越不想起床 但是其实不管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还是对于没有高血压的人来说 都不能起床过猛 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早晨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起床最好还是要赖一下床 这样做会比较好 当自己睡醒的时候可以先在床上躺一会儿 迷糊一会儿或者是慢慢的坐起身来 靠在床头坐一会儿 因为您想啊睡了一个晚上了 血液循环都不太通畅 身体里面的血液流通比较差 所以早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起床过猛的话 就会造成脑供血不足 您知道吗 这个的严重性是非常大的 如果脑部供血不足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人休克 还会发生晕厥的现象 所以早起不要太用力 不要过猛 还是稍微赖一下床 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看晚饭过后三不做 这第一个不做呀 就是不能久坐 我们现代社会那是一个电子化 系统化 智能化的社会了 很多人都担心孩子上网成瘾 整天监控着孩子们的上网时间 可是您仔细观察一下 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 中老年朋友的网瘾 那是越来越大了 很多家庭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都是在吃过晚饭之后 就往沙发上一坐 刷着手机 看着电视 一下子就是四五个小时啊 甚至有一些中老年朋友 现在都形成了熬夜的习惯了 而且在熬夜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啊 还会为了自己解解馋 就会给自己动手做一顿宵夜 甚至还会吃一些零食 来缓解饥饿感 那咱首先说啊 宣押高的朋友 本身就不建议您过分的熬夜 因为熬夜对咱们身体的健康 是非常不利的 其次在熬夜的过程中 是不能够吃零食冲击的 那样的话 很容易增加肥胖的概率 从而就增加了 血压高的风险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代谢 本身就没有年轻人那么旺盛 所以晚上更不能做的时间太久 更是不要熬夜吃零食 来看晚饭过后的 第二个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情绪过于激动 血压高的人夜晚一定不能大喜大悲 如果血压高 晚上情绪太过于激动的话 对身体各方面都不好 尤其是血压 因为夜晚各个方面的神经都处在非常弱的状态 如果情绪突然之间有大起伏的波动 那么血压也会跟着瞬间变动 这个时候血压就非常危险了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大脑出血心跳过速 还容易引起晕厥等其他严重的情况 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血压高的朋友千万不要过于情绪激动 晚饭过后的第三个不要 就是不要喝咖啡 因为大家都知道咖啡起到的作用是提神 如果我们在困的时候喝杯咖啡的话 那会非常的精神 但是血压高的朋友在晚间喝咖啡 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神经 那样会让我们的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 影响到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中老年朋友本身晚上睡眠时间就相对短一些 睡眠质量也不太好 晚上喝一杯咖啡会给我们的心脏和血压增加负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您继续熬夜的话 那您的血压肯定会飙升 所以说影响健康的咖啡 咱可千万不能乱喝了 这以上就是早起三不要饭后三不做 家里有血压高的家人们朋友们 平时一定要多注意一些 千万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一定要定期的测量一下血压的高低 发现问题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 那关于本期内容 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评论 如果您觉得我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还希望您能够收藏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最后请您帮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